好,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有人叫做慶 自古以来都是叫做慶,现在我们叫做纵伯 都是一样东西来的,一个盘,一个碗 这样的形状,不一定是金属的 有没有听过有水晶的? 是的,我们通常都用金属 分别就是金属比较便宜很多 不如这么说,就是水晶的贵很多 还有水晶容易打烂,很不方便搬来搬去 金属的就是比较方便些 你问我哪样的效果最好呢? 我觉得个有千秋的 如果漂亮的那些都没得比较的 即芒果和榴莲怎样比呢? 不过现在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什么呢? 我相信已经有二三千年或者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孔子那时春秋的史前已经有这些东西了 不过以前就要来做幕器,又要来做法器 法器就要来在祭祀的时候,拜神的时候 就要来做宗教的音响 去到最近大家就发现,不止这么简单 他平时我们用很在疗效的 于是最近这一两代大家就轻回了 就是拿它出来 其实我问大家,你未来这儿之前 我都要摆盘这些,你平时在哪里见过这些? 那些庙子,或者有些和尚拿着它拿出来化缘 对于有些宗教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器来的 譬如那些出家人,他身无长物,什么都没有 得衣服,得脚皮,就得个盗 这个盗就是喝水也是它,喝汤也是它,洗面也是它那一只 念经的时候要来敲 好,现在我们就在讲这些了 不过我就觉得很多人的印象就是 它跟某些宗教相关系 就是在我们这些社区一见到 是那些和尚、尼姑勇的嘛 其实不是咯,现在刚好我们看到是咯 人家,譬如在印度,印度现在没有佛教 他们都要用这些的 还有其他地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的 日本,中国各地,包括西藏,台湾,泰国,尼泊尔,印度 等等都有这些的,不过一看就知道了 大家的款式有少少不同,做法又不同,图案又不同 很实际了,很实际 我,我这个也有七八千元,也不算便宜了 还有些更贵,不要太奥咀着 稍后我会再说一下,为何其实很便宜了 我问一下你,做一个手术十几万便宜了 便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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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当着这么多人面握着这个搏,告诉你听 我玩了三十元的经验,这个是万能的 你用什么都可以,你要财运即是想发达,找他吧 你要桃花即是你找一个终身伴侣,找他吧 你的事业要成功,你人类关系要好 例如没有家,家税口不停,家里吵架,要固负,找他吧 你觉得有人爱你,找他吧,就说什么 病啦,你痛啦,很不定啦,辛苦啦,做手术啦,找他吧 总之没什么事,现在我知道了,十年前我不敢说 我真的玩了这么久,看过这么多人做 见过这么多我的案主,和这么多人做过 最近这几年,和这么多人做过,真是无所不能啦 我问大家,哪位家里现在是有电饭铺,电饭铺这两年,请举手 差不多过来举手啦,过来举手,如果你不举手你就要解释啦,什么事啊 我问你为什么要有电饭铺呢,以前我家里没有的 我告诉你,1961年的时候,我读中学的时候,是没有电饭铺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饭铺,那时候我们用火水炉煮饭的 再前一些是用炭煮饭的,还有再前一些是烧柴的,煮饭的 我们日上去热热的,饭铺都不掉,为什么有电饭铺之后,个人都用电饭铺 为什麽,方便,简单,准确,几乎是零失败, 这个就是,如果你知道它多神奇,它多有用, 你无理由家里不买个,现在我问你, 你家里没有电话,煮你电话买个,为什麽? 不,除非你跟我这样吃生,不然你一样, 你来我家看,我整个屋都很烦, 随时都有十几十个烦,每个房间都有, 我由朝到晚,为什麽?我想说一听, 我不是来这里就这样和你说, 你问问其他导师,他有没有一日烤几次, 你们看常常一日烤几次你就知道, 即是说,我知道他正,我知道他敲了, 是真的达到我所有的效果嘛,就是这样了, 你说了,常哥你讲话很夸张,什麽都可以的, 我很相信,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这个社会,家家有兴,正如现在家家有兴奋一样, 你没理由没有的,你知道他这麽好用,一学就懂了, 这样就当然了,二学难精的, 你要达到一些很特别的效果, 那你要练很多年,但是, 你问其上个堂的同学, 即刻就练了,一回家就即刻, 很多奇迹出现,为什麽奇迹出现呢? 为什麽敲几敲,明明好痛的也不痛, 明明是肚膜或者咳咳,没有事的, 为什麽敲完之后做手术那麽成功的? 现在他们开始有那些研究的数据, 譬如你说,你说这些都不科学的, 不科学就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家未去研究嘛, 最近已经有研究了, 譬如,我看到,他们说, 因为助产,是很正的,有研究, 在医院那裏做,什麽叫助产, 即是宝宝出生, 我呢,父亲子刚刚过了, 如果时光倒流, 如果四十年前,我做爸爸的时候, 宝宝出生了,我一定不敲气, 如果哪位你有条件分娩的时候, 折起床过去,我现场会带几个气去, 你会发现呢? 林有说的,他们现在的研究出来, 就是顺产好多,妈妈好痛啦,出来容易啦,安全啦, 还想怎样呢?是吧? 其实怎样解呢?很简单的, 为何那么神奇呢? 现在讲给你听个秘密了, 今天记得好,你坐下来就听个秘密了, 这个秘密就是,这个秘密是改变你的情绪, 现在呢,就想你听一下黑迷狠,黑迷狠, 听一下这支声音。 我负… 我负责要不要紧的, 就行了, defines你, 在那支声音手前面, 这支声音手前面是这支声音声, 因为, 这支声音手前面是没有, 我们不可爱的, 是负责要机, 不可爱的, 怎样?有什么感觉? 很多人都纷纷欲睡 凌晨的时候我慢慢 很小声 已经有很多感觉 我晚上在家里有一个比较大的 敲几下已经睡了一半 八字脚都落楼梯那只 就是这样,它是令我们凌晨 凌晨的意思是说 你的精神是剩下的 没有东西想,就是这样 没有东西想,你里面就改变了 你的身体就是去了一个疗愈的状态 Healing Mode 这病就很发财 你问西医 那些病时都是你紧张的,压力而已 减了压,什么事都没 就是这样,减压就讲了容易 人家说打坐,有几位打坐在这里 你问一下打坐的人 十个十个包括长个座内 都是很多东西想的 越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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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敲这个呢? 为什么人家要敲呢? 再一敲就会越难 就是这样 为什么他只痛呢? 就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令到他的大脑里面的神经改变了 那就没那么痛 就是大脑的处理身体送过来的信息 就是本来的痛是一支红灯来的 大脑知道现在他用另一个方式去接收这个信息 不需要痛咯 那就主痛咯 就是这样咯 睡得好,坐眠的香港人大部分都睡得不够好 失眠有什么有什么 有那样搞定咯 你问我,我做了这么多,教过这么多人 什么是最好? 坐眠最好 我有很多这些故事 他严重睡眠的,我一敲就睡得好 立刻就行,当堂就睡着 就是这样咯 那不够行咯 还有,我现在拿着只是一个 我好像有很多款,大家见到 有大小有厚有薄,有些不同的金属 有些令你很兴奋的 兴奋那些呢? 要做什么呢? 针对抑郁,很多人想死 很多人是没了动力,不想动一下 这个又搞定 很多小朋友过度活跃 没有办法集中做事,是吧? 那我兴奋就搞定 你愤怒,你悲伤,你恐惧 这些都帮得到你 太容易了,太简单,非常之有用 就是这样咯,现在我怎么说呢? 你说你讲咯,我只有我讲咯 我告诉我听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咯 我去到哪里带着个气去 哇,周围的人的状态都改变了 个个都碰了,本来很害怕的,本来很生气的 本来是很绝望的,我帮到他 先讲完先,第一要学校 但是你带对那个气,好像落药那样 你落彩药又不行咯,他如果很抑郁的 刚才那样敲法呢,他就说法还想死咯,死快点咯 所以就是学了些基本法,以后呢 他就会教你怎样敲,我很庆幸 我自己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个这么好的法器 这么好的医疗工具,他是我的理由人伴侣 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二三十年 我试过用无数那么多的学器,无数那么多 就是三四十种都有,这里有个罗,这里有很多个鼓 这间房间有很多种琴啦,笛啦,烧啦 试过很多很多的东西,结果都是不离不弃 都是用重工,都是用性,因为它的效能,它的结构,它的本质 跟其它是很不同的,它是一个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现在科学开始研究了它 但是你上课我就讲你听,根据科学研究呢 为什么它这么神奇,这没有死错人的,它不是讲什么神怪故事 而是现在有科学跟着它,所以如果你有缘分呢 就是希望会有一些重拨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那你的生命就生活得更加滴眼了,你会更加封识 你会更加有信心去处理生命里面的考验 总之呢,你会停止制作地狱给周围的人 你会创造了大家的天堂 那就很多谢你收看,讲到这么多先啦,拜拜